农夫心情耕作却只够温饱 商人努力经营却只能勉强维持 寒窗苦读十几年却没有出路 这些并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有人居然还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 如果没有反思 不能更新观念 就算大多数人因为惯性而服从 暂时还可以忍受 可是大家都是过一天算一天 那么暴风雨 其实就已经在悄无声息的酝酿了 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拿捏得死死的 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说今年小麦的价格怒涨两分钱 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 一顿操作猛如虎 全年增收250 你要是种十亩地 加起来的话 竟然可以怒涨200块钱左右的收入 这不是妥妥的怒赚吗 汽油价格每次都说微调 可一涨就是几毛 现在粮食收购价格暴涨 又涨了多少呢 一经落万物生 网上有个新解释 不是一头经死了 他的尸体可以养活万物 而是一头经死了 供养他的万物 才有机会生还 鲸鱼一张口 就得有多少条小鱼遭殃 他的食量太惊人了 他的胃口太好了 大嘴一张 不分大小品种 都吸进去了 看来还真是 你负重前行 他岁月静好 他要不要再进行